现年70岁的亨德里克斯从警戒退休后 便开始在吉巴俱乐部工作 至今已经有15年 由于他的两名孩子还是在籍学生 所以亨德里克斯非常感谢雇主允许他继续工作 以维持家庭生计 在吉巴俱乐部到了退休年龄的年长员工 如果健康情况和工作表现都良好 便可获得一年的可续约合同 而他们的薪金则维持不变 同时可享有花红 俱乐部目前有大约7%的员工 年龄在65岁以上 雇主认为由于年长员工更有可能 面对健康问题 政府和企业有必要更关注他们的医疗福利 在关于那些70岁以上的员工 我们觉得有一部分政府能够帮忙的话是最好 就是在于他们的保险费的津贴 要是这个津贴能够降低的话 这方面使公司更容易地继续聘请这些工人 去年年龄介于55岁到64岁的年长者就业率 就达到了65%的新高 超过65岁的年长员工就业率也创新高 为22.9%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